缝最边上的这个线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概就是四五六七八这几圈差不多 这几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这样你看一下 这个耳朵呢就连接起来了 我们这样给它折过来 弯过来这个效果 然后另外一个缝起来 它就对称了 那这个藏线的方法 我前面刚刚有给大家讲解过 就是你顺着藏在这个纹路上 就可以穿过去给它剪掉 好大家呢 把这个另外一个耳朵这样缝好 好位置给它对称 现在缝合这个腿部 这个位置呢 从底部的第一圈往上数 大概是在第十圈和第十一圈的中间 好像这样的位置呢 比例会协调一点 也不要太向下 你看这样的话 它这个呢就不是特别可爱了 给它这样稍微往上来一点 然后这个脚你看 这样向里给它这样对到一起 那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呢 就不只是缝上面连接的地方了 可以稍微向下缝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就是腿部这个地方 给它这样贴在上面这样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先从底部数一下 一二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一圈在上面就可以了 像这样 你可以用这样 先穿一点就在这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腿呢 给它这样拿过来 要和这个胳膊 你看一下 它是像这样的 顺着下来的 也不要缝前缝后了 不要偏了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腿部这个形状 要给它这样向里 所以你这个线的位置 给它捏着 捏着转一下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确定好之后 然后我们这样 还是一针穿在身体上 调这个线 一针穿在身体上 好 然后呢 再穿到这个腿上 这里先从侧边开始穿 缝衣针 给它这样拉紧 然后呢 就从上这样穿吧 然后穿到身体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一圈和第十一圈的中间 然后穿到腿部的最边上 再穿到身体上 这里我们看一下效果 刚刚这地方接头位置 线头大家缝平一点 然后这个位置有一点开 那这个就是最边缘的位置呢 你在侧边也要给它这样 挂入这个线 再这样缝上来 如果觉得有点低了 给它向上缝 提上来一点 这样就贴合了 贴合之后呢 看一下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只缝这一点 你看它会这样翘起来 所以我们要稍微向下缝一点 这个位置就这样可以 可以的话 这一片 你这一块就给它这样 稍微偏往后穿 给它穿到下一圈 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 穿着这个侧边 然后再从这个位置 再穿到下一圈的这个纹路 再穿这个边上 穿到下一圈的纹路 好 后面贴合这点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给它穿到前面 我们就从边上缝隙里 直接给它过渡到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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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缝的时候 有这个线头 给它扯平一点 这样看一下 给它这样 这个线的各大位置 给它这样拉过来一点 然后再从这里面穿 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线头 还是要给它藏线 你看这个腿部呢 就是这一块 它是贴合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这边呢 是分开的 像这样 它是往里面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用相同的方法 给它缝合 这个藏线的方法 就按照前面讲解的 给它穿在这个身体上面 藏线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像这样 给它缝到这边 好 大家这样把这个呢 缝好 好 现在这个暴力熊呢 已经全部缝合好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扣这个丝带 这个装饰 这个丝带看一下 有一面呢 是亮一点的 另外一面呢 是这样一个 织带的一个纹路 那我们把这个亮的这一面呢 给它扣丝带的时候 留在这个正面 现在这个脖子这块 我们给它围起来 然后先扣一个结 两面的长度呢 先看一下 留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在扣的时候 后面不用管它 就这样自然的 给它扣一下 好 扣过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蝴蝶结的扣法呢 网上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 大拇指和食指 把这个丝带的宽度 像这样给它展开 然后我们右手 同样的也是 食指和大拇指 给它这样 在手上给它撑开 现在是像一个Z的形状 对吧 这样撑开之后呢 右手大拇指和食指 捏着对面 这样捏着这个丝带 给它这样拿好 然后我们左手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拇指 拿出来 和食指在一块 我们在前面 把这个丝带看到没有 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丝带 给它这样拿好 等于两边是同时 这样捏着对面了 捏着之后呢 然后从这个圈里看一下 给它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呢 这个手边带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丝带 这个面给它调整 你看这个面就是 里面的这个纹路了 我们给它调过来 调到外面亮的这一块 然后这边同样的 也是在调整 调整之后差不多呢 这样给它扣一次 那这样扣比较大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 再给它拖回来 拖到过程中 这个后面这一块 也可以理一理 像这样 然后再扣一次 我们再给它去调整一下 看这个哪面 是和里面顺一点 这样扭过来 这样扭过来也可以 好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看一下 自己给它调整 理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 太大的绩效 整理整理 整理之后 觉得合适了之后呢 然后你再给它这样 稍微的拉紧一点 像这样 大概这个宽度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边上 可以用剪刀 给它修一下 我们看一下 修中一个 到位的形状 然后家里面有打火机呢 你可以用打火机 给它过一下 像这样就要剪好了 那看一下我们这一款 这个暴力熊呢 就做好了 这个颜色呢 勾出的这个暴力熊玩偶是 效果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到这里呢 今天的这个教程呢 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